本分局原警日前当佛巡逻情务时 于九时三十分许 接获原城区湖北路邮局通报 曾有民众预提关卡及存者寄给他人 疑似造诈骗 经了解该名诸姓男子表示在通讯软体内 认识了一名妙云女子 两人相谈甚欢 女网友承诺要跟诸男共度余生 男子因此坠入情话 当天女子匡称汇款新台币500万元 结文基金给诸男 但钱卡在外国银行 需要诸男将提款卡 存者邮寄给经管会人员协助办理 经过远警苦苦婆心劝说 诸男才醒悟惊觉受骗 非常感谢警方及邮局行员及时劝阻